各位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大家好我是玛丽 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今天呢又要来回复大家实体的手写信件啦 一些尘封在欧马克的房间里 一些小小小小小的信终于要被念到了哦 赞哦 好了欢迎你把你的人生喜怒哀乐记录下来 欢迎你可以多多写一些喜的事情 对因为像现在呢我们终于回到这个2020年祝我们圣诞快乐的朋友 我是Poo1 这个卡片是我自己画的希望你们会喜欢 念到这边的时候可以宣传我的作品账号吗 我甚至不想要现在你还有在更新你的作品账号吗 欢迎大家可以搜寻PUOME 希望卡片可以带给你们美好的2021 余奥森 好我们2021过完了 希望2021不管怎么样 是美好的 对对过完了只要是过完了都很美好了 毕竟我们现在都还活着嘛 对 我那天看到一个脱口秀演员 他呢就在讲这个COVID这件事情 那个喜剧演员就说 我知道已经就有这种负面的人 你说COVID前COVID后 你失去了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啊 你说你举个例子来 因为那个人就说 everything 所有事情都不一样 这个太笼统 你说你说一个具体一点 family 家人死了 然后就看到那个脱口秀演员的表情 那他有救起那颗球吗 就是因为在那个喜剧的场域 所以大家当然都笑得很开心 因为很明显就是 这就是你救不起来的球 你COVID的确就是有人死掉了 然后家人就是失去了 然后这个change everything 没错啊 你就看到他 就是抽冻的人中 然后就叫大家说 不要笑 对的确这个 是我没有想到 今天的第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玛丽 今天听马克信箱有封信提到 一句话就能带来温暖 我也想分享我被暖到的事情 暖夫夫啊 我以后每一集开场都要讲这些 大三时我当网球社的社长 有一天呢 被白幕的社员当面说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认真 要带起社团耶 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垃圾话 我觉得很委屈 走出球场的时候就哭了 牵着脚踏车 一路哭到停车棚 停好车又继续哭 突然有个女生走到旁边问说 怎么了 你还好吗 我有卫生纸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她 我觉得我的眼泪好像瞬间止住了 我就跟她说 谢谢 我也有卫生纸 她还是从包包里 拿出一包面纸塞给我说 没关系 我的比较好用 我的比较 的确的 因为我是要安慰你的陌生人 的确是比较好用 然后就抱了抱我说 加油 她走了之后我还是继续哭 可是我非常喜欢 也感谢她的关心跟温暖 我想祝福这一个朋友 她发票每期 至少都会中200元 来自于一路哭到捷院站的 瓜法 付上10元 我是刚入坑不久的点友 我是Joanne 谢谢你们陪伴我在很多无聊寂寞的时候 我有推我男友入坑哦 开车的时候我们也会听马克欣向的podcast 今年底要跟男友结婚了 很想谢谢她接住了孤单的我 我爱她 也爱你们 下次就来写写跟男友交往的故事吧 她没有附上时间 谢谢你Joanne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马克 马力好 我是来自于桃仁龙潭的小香姑 今年是我跟老公在一起的第10年 也要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小孩了 所以我想通过马克欣向跟老公说 谢谢老公 你从交往结婚到我怀孕的日子 都是一个贴心的另外一半 对我无为不至的照顾 而且你包办了所有家事 就连我偶尔心血来想想说 做一点家事好了 你都会笑笑跟我说 没有 没有 baby你辛苦了 但是这句话 应该是我要跟你说的才对啊 所以我想要跟 一样喜欢马克欣向的老公 他叫做大正先生说 谢谢你 你真的辛苦了 谢谢你做的很多事 你的用心贴心 我都有记着 希望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第一次的事情 要一起去做哦 最后我想说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是了 You're awesome Love you 今天的信真的正向连发 温暖正向好多哦 而且他说2020年写信嘛 然后就是 你要这封信我们小孩一岁了吗 如果是12月的话 我想要做我小孩一岁生日快乐 现在都已经 四五岁了 应该是非常活泼的状态 哇 还是因为在2020期间 可能世界上面有疫情 可是台湾在2020相较之下 是还好的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封起来 我们好像在2021的5月 跟2022年初好像有几次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开开心 就是2020是世界很惨 然后台湾没事的时候 所以是不是我们会 更加懂得感恩啊 我就觉得我们在这边 已经很幸福了这样 不知道哎 就是今天的信都好温暖哦 这封信应该也是有确信哦 我是因为疫情 被同事推坑入教的A 今天我想要分享 人体奥秘的事 我想先问问你们 有了解自己的本体吗 本体要了解到哪里 为什么会用本体 这个这么哲学的字啊 就是本体是指什么 这真的是我的身体吗 我觉得他应该单纯是 讲要讲身体 OK 他说我超不了解的 有天因缘忌惠做了脉轮测验 哇靠 是这种的哦 和九行人格测验 结果七大脉轮中 我就有四种脉轮 呈现未开发 但我有朋友是过度开发 好像太极端也不好 过没多久 我开始觉得自己心情闷闷 身体沉沉 but不是那种有心事 有压力 或是男友跑了的那种烦躁感 by the way 我没男友 那你讲屁啊 形容嘛 让你有共感嘛 以前都没有这种感觉 一度以为自己中邪了 因为这种状况 长达两个礼拜 也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 后来呢 和好姐妹F 说这类闷闷的感觉 F说 有可能是那些测验影响到我 对人事物或零的改观 说也奇怪 那个心情 自己就消失了 awesome 他自然的不见了 身体超轻盈 又开心 人生过了30岁 才了解自我 会太慢吗 谢谢你们 听我分享 祝你们身体健康 这是意识到脉轮 这样子是不是 对啊 感谢你的狗杂扣 我想说啊 就是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身心灵 跟自我了解的课程 或是方式 我觉得 可以去了解自己 是蛮好的一件事 但如果那个课程呢 要你花大钱 可以想想 因为这一阵子 我又在thread上面 看到有一些人说 我花了这个课程 花了9万多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然后他写的方式呢 就是说 不要问我的课程是什么 我们要推课程 但是你这样写 人家就是会问 对啊 就是 这些东西啊 万变不离其宗啦 就是要你认识自己 然后我觉得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 做任何事情 都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啦 然后你要靠身心灵的话 也可以 但就 一样我觉得 越脆弱的时候 你越要顾好这几件事 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顾好你的钱包 所以如果你要去探索 一些事情的话 顾好你的钱包哦 马克玛丽 我是斯兹咪 单身之后 我参加的两次聚会上 长相最对我胃口的男生 身高都在165以下 加上我前男友是163公分 我就被实验室的学姐说 你就是一群人 里面脚最矮的男生 就一定是你的菜啦 错误归音 后来有一天 跟学姐在早餐店 等早餐的时候 柜台有个客人 那个男生长的就是我的菜 一看他身高 还有175以上 我就想说 马上跟学姐说 我要扳回一层 想说顾欣应该就结束了吧 没想到我隔天 在学校宿舍旁的 机车停车场 又遇到他 我在早餐店 又遇到他 而且早餐店不是校内的哦 我就觉得 我super想认识他耶 之后的两三周 我就得知了他的车牌号码 大概早上9点到9点半之间 或是吃早餐 大概晚上7点到9点之间 他会回宿舍 他会回宿舍 又因为我们学校有分两个校区 所以我不确定 他是大学生还是硕博士 那也不知道他跟老师 是在哪个校区 之后呢 有一次跟学姐 去另外一个校区 在停车场看到 这不是早餐店男的摩托车吗 所以我可以得知 当时是暑假 规律的作息 他应该是研究生 二 宿舍跟实验室 是在不同校区 三 既然他几乎每天 都去同一家早餐店 貌似跟老板很熟 那应该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没勇气搭讪 所以咧 你当了这么多科男 然后咧 就开学之后 我就没有看到 他的车在停车场了 我一度想说毕业了吗 那个时候还想写信 来马克信箱寻人 后来我发现 不对 他只是换一个停车场 停车而已哦 后来我忍不住 跟老板询问他的事 不问还好 一问惊为天人 首先我们只说 有一个男生 你们都叫他弟弟 有一次他在 你们都叫他弟弟 早在念老板娘 叫多少人弟弟妹妹啊 他有一次会在窗边看NBA 老板马上都知道我在讲谁 最后老板连 他没有女友都知道 然后老板就说 可是他来的时间不太固定 有的时候也会通宵感报告之后 马上来吃 我们就拜托老板牵线 老板感觉 很勉强的答应 之后又过了一个礼拜 又遇到了 但他那天点外带 还好有先打电话叫餐 他走了之后老板跟我说 是他吗 是他吗 然后提供几个线索 他好像是硕二 不知道是光电的 材料的 还是化工的 他的信是W开头 王 然后我就 把我们学校光电材料化工的 所有老师实验室网页里面的实验室成员 全部看了一遍 但我没有找到符合的 最后 我的学姐就在脸书的校内二手拍摄团 找这个信W的人 而且加入时间要小于两年 最后找到了 OK 根本就不是光电什么化工什么材料的 老板害我查得很累 不是啊 你其实遇到他 你就去搭讪不就没事 你等一下一直找干嘛 他就说其实现在网路很可怕 我只要很会热搜 其实他很多的社群都被我找到 连一些隐私的东西 他括号也被我找到 多隐私 像是有看那个 搜集未成年少女的裸照 哇不到这样吧 他只是说我知道他的AV女友喜好 你可能都在问一些骗子这样子 然后 二 曾经有女生吃过他的小 他非常感动 谁在网路上分享这些事情啊 然后他很感动就说 好那下次就一人一半 我不太明白 他所谓的一人一半是什么意思 是先口报之后 女生再亲 然后你再传过去吗 那你干嘛吐掉 你干嘛要吃 by the way 歪了 起初看他跟朋友对话 都觉得很直接 让我觉得 这个人好像不好亲近 但慢慢的我发现 这男的有很多兴趣 又写部落格 又经营粉丝专业 就算没跟他说过话 我深刻感觉到他 enjoy his life 你才更enjoy his life吧 你好变态 今年初我被诊断重预诊 what 你跟两个 脱口说 有什么两样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的情绪大起大落 想自杀的念头 不晓得出现了几千次 治疗已经半年多了 最近情绪 算是慢慢稳定 但我心里人知道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求生意志 其实常常想 今天是我人生最后一天 无所谓 我本来对生活就没有期待 现在所有兴趣 在我看来都是觉得 唉 活不下去的前提 还是要有一些 让人放松的事物 谁去找一下啦 但刚刚听起来 他那个175的W姓男子 兴趣对他来说很重要啊 对 所以在我眼中 我就觉得 这个人在闪闪发光耶 我感受到这个人热情 我好羡慕他 因为我永远被 框在别人对我的评价当中 甚至我连我自己的嗜好 我都不太敢让别人知道 很怕别人说 哈 你喜欢那个 不然浪费钱浪费时间吗 哈 你还做那个 你刻意来得及 你努力吗 医生也说 要我放过自己 其实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明白 真正为自己而活 我感受到我的生命价值 我热爱生活 我懂得独处 我闪闪发光 但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我可以尽快 一根早餐店男打到话 donate十元 所以你就是没有嘛 对啊 这个就是往前走就好了 只有开口就好了 我想知道之后你有没有 我猜是没有啦 因为这样的人 就是脑子会有很多很多的 千回百转的思绪 然后这些思绪都会拉住他 让他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 做一些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说声嗨 比如说打个招呼 这个信已经是2020年了 他当时应该是会很紧张 怕念出早餐店店名会被认出来 但是我一看就发现 是在小确信附近 所以应该是 新竹吗 新竹的早餐店 背面这个给你的备注 我觉得有点幽默 怎样 给我的备注吗 我的 马克 Alias事情辛苦了 也许太多的情绪还有用词 只有点有才明白 你真正的意思 只有点有才理解你的思路跟你的想法 想跟你说你辛苦了 想抱抱你 爱你哦 爱你哦 谢谢 哇 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我每几年 或是每几个月就会来一次这些事情 然后 我觉得会发生这些事情 其中有一个是我不太相信 一来是我很有可能被这样类型的人吸引 所以我会去想要接近他们 但是我接近完以后 我自己面对面接触之后 我就会知道 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在还没有面对面接触之前 我都是看到他们呈现出来的形象 所以我想去跟他们聊天或是做访谈 但是接触完之后 我自己在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评价了 然后我的这个评价 那当然不会公开的告诉大家说 哦其实这个人啊 我对他的感觉是什么什么 但是当我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 比如说以Alias来说好了 他可能过去有一些黑历史 然后被挖出来 然后那个黑历史是因为 受过他伤害的那个女生 或者他们彼此互相伤害那个女生 他的心智非常强大 所以他到处会 比如说找记者爆料啊 找他的朋友怎样怎样 然后这个我也是等到了 三四年后 在某一个好像美术馆 北美馆某一次的场景当中 然后当初就是黑我黑的 非常用力的 那一位 设计师吗 或是Sydney吗 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 他就是告诉我说 马克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成 不好意思跟抱歉 这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 就他们后来发现的那个女生 好像有些问题 或是我不知道是他们的 哪一个朋友的朋友 所以他那时候是为朋友而战 但是 他那时候就是太冲动了 对对对 然后那件事情我一直秉持的就是 因为我不是当事人 然后这种感情的事情 我真的 我没有更多的事实去帮助我做判断 然后那次的事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正在谈跟陈亦涵的合作 所以如果前面的这件事情 然后没有弄好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陈亦涵来上节目 就是在那时候跟他中国的经纪公司那边之间的 对 所以我就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在当时直接讲出来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是因为我在担心我后面的事情 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事情都过去了 然后也因为这个事件让我有机会重新开始去资商 然后这一个时间让我重新资商了半年一年 蛮久的 对然后直到疫情爆发了 我才顺势就是刚好就停掉了 然后每一次的资商我都是觉得有机会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也蛮感谢 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 对我来说我自己把它看作是有帮助跟成长的 然后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去洗脏那件事情 对吧 就原本也是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世界中国这一大块地方 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再去探勘了这样子 可是难得看到了有朋友说要一起纠团去西藏 我想说就是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朋友 跟我想要交往的朋友 然后再加上又是一群我觉得一起玩应该会很好玩的人 然后又去到一个很难得去的地方 再来我又觉得西藏大家应该会觉得我们跟西藏是同样的 都想要独立都想要应该对中共应该不会有这么的排斥感吧 就没有想到就是能做文章的就是大家会做 所以我自己后来觉得这是一次的逆选择啦 就是我没有办法选择谁要追踪我 然后我非常开心有愿意追踪我的人 可是发生事件以后才会知道说 就是那个什么浪潮来了才会知道谁没穿裤子 浪潮来了以后才会知道说 谁的支持是在这个层次的支持 跟谁的支持是在可能更了解 中间比较灰色跟暧昧的地方 对或是谁的支持是跟我同频率震动的 所以每一次发生事件的时候 我现在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逆选择吧 就当然我很希望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 可是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幻想 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人讨厌你 这边呢有一封明信片 我生平第一张明信片就献给你们了 这是桑卡布里的水中庙 桑卡布里 这看起来应该是泰国 来自于新北的美美 然后这封信里面 有钱一百两百元 我从来没有写过信 我第一次要分享一件 不知道能对谁开口的事 我前阵子和朋友去唱歌 里面有不认识的人 其中一个男生 J Jasper Jasper会黏人 过程中被我朋友挡了几次 结束后大家回朋友家睡 想说我跟别的女生一起睡 我蛮放心的 后来觉得怪怪的 张开眼睛发现女生都不见了 干 好可怕哦 是鬼片 只有Jasper Jasper亲我摸 我还压着我的头帮她 最后Jasper射在我嘴里 那这不就全人共犯吗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就请Jasper 让她吞下自己的东西 后来有人敲门 我就跑出去 那天过后我一直觉得喉咙有异物 吃东西刷牙都会吐 本来就失眠的我现在根本睡不到三小时就会醒来 唯一一个知道的男生友人K叫我要去处理这些事 但我要跟K道歉 我没有他想的那么勇敢 我害怕被发现 也觉得自己可能有错 虽然我有挣扎 但是男女之间的戾气真的太悬殊了 最后还是谢谢K陪着我 给我点时间 我会还给你以前那个充满笑容的我 等我 所以他那个有义务不是说有生病他干嘛 不是 情绪上的那个 对啊我被迫吞惊 我以为是真的有 不是啦 就像有人在我没有意愿的情况下摸我 我可能觉得那个地方被摸到就会很脏的那种感觉 谢谢你们念完我的信 念到时我一定不会再为这件事感到恐惧 也希望你们可以回信给我 我不知道买多少钱的邮票我就多放一百 今年交万岁 我是北漂的大四生 一个人的时候都靠马克心上撑着 以后再写信跟你们分享我的奇葩人类奇遇记 拜托你们帮我取个笔名 谢谢你们 我的名字有点特别 希望不要被发现 所以最后你留这是你的名字吗 可是我要寄回去哪边给你啊 你应该不是写宿舍地址吧 他这边的地址是一个市啦 可是我不知道他还住不住在这儿 对啊 那你的笔名就叫做 这个笔名有点难取耶 应该不是假装在想笔名 但其实是想趁机打盹一回吧 哈哈哈哈 可是你看起来像是完全的沉沉睡去 因为我不想要 他的笔名跟 跟这个是有关的 跟K跟吞金跟被性侵有任何关系 因为只要一讲到就会溢起那个东西 我要想一个完完全全无关的东西 就叫你做指甲好了 好突然 好无关 只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吴玛丽在做指甲这样子 你们好 我是一个热爱听马克读书会的听众 我非常爱马克分享的道理还有分析 谢谢马克读书会这个频道 但我想跟马克说 你可以投资一下下你的麦克风吗 再升级一点 附上一百元 拜托 拜托 谢谢 这个直播单元也已经结束了 哇今天留了很多时代的轨迹耶 亲爱的马克 他把练你们的好写给你们的第一 哇这个字机好像我前女友 哇靠哪一个 外交官 忘记自己上次庶名的是什么的J女 又是J女 Jasmine Jasmine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一对情侣的诞生 使我失去了两个好朋友 以前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事G 是同事是好友 后来有一个N同事 因为与N在公司外 有共同朋友有些渊源 跟N很快就熟起来 常常约N加入旧同事的G N跟G还有其他同事们 N跟G凑在一起是NG 他是故意的 很快变熟了 N进公司的时候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 是远距离恋爱后来分手了 G有一个交往多年 然后答应求婚的男友 分手后发现了前男友很多不良行为 后来也分手了 没有多久 No good NG交往了 当时N还曾经跟我说 不知道怎么要跟前女友说要交女友 当时我还觉得这不重要吧 或许N认为与交往多年的女友分手 不久就交了新女友 是不是背叛了前女友呢 很有可能是 他们还没有分手 他们就搞在一起 也是一种可能 G在跟N交往之后 几天也跟我说他们在一起了 我早就察觉 他们有点什么 我是乐观其成的 但我后来一直有个心结 没办法解开 我觉得那个女生 在交往后 刻意疏远了我 曾经 这个女生跟前男友分手后 我们还约定好 要常常陪伴彼此 我还开玩笑说 不要交了男友就消失 变成男友狗 以往我跟N 常常约大家一起出去玩吃饭 后来我发现 我逐渐的不再被摇之列了 我的心结是 N约不约我 我根本不在意 我不开心的是 与G三年好友同事情疑 不敌这个 才认识几个月的N 算是他们 就是他们两个就出去了吗 像他一样约一群人 但是就不约你了 一直以来 我就是喜欢热闹啊 爱跟大家一起玩的人 有时候约吃饭 被常常拒绝以后 或是没有被邀约后 我就不再喜欢去了 大家表面上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可是我的心结一直在 有一次恰好听了其他同事说 当时有人在喘 我跟G都喜欢N 后来NG在一起了 G在防备我啦 听到这个说法 一方面愤怒 一方面难过 或许在其他人跟G的眼中 误会了我喜欢N 可是我认识N之后 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啊 而且NG早就默默约了好几次啊 我曾经想 是不是要跟G好好的讨论我们的关系 告诉G我是怎么想的 试着解释以前同事的谣言呢 可是我就心里不平地说 为什么是要我去解释啊 而且事情也过了好一阵子了 我没有跟G摊开来讲这件事的勇气 可是心结越来越深 越解就解不开了 请问马克玛丽 有没有被朋友误会的经验呢 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疫情影响只能贡献铜板 个赞科 想听听 那个时候不是音灵 还是精灵的声音呢 精灵 我是一定觉得去问的时候 对方跟我说 可是我没有啊会非常糗 所以我不会问 这对外关系就是 Let it go了 我呢总是会给大家很理想化的那个想法嘛 就是你不要去想着想说 为什么是我去问 因为如果你在乎 就是现在是你是在乎关系的这段人 那如果你想要放自己一个好过的话 就由你去解吧 的确有可能去讲了以后 然后会遇到吴玛丽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说没有你想什么 你想太多了啦 你的确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回应 但也很有可能 当你去讲了这一件事情 就你提起勇气 去做这件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 就算他一开始给你回应说 你在想什么没有 你会发现 之后他开始会一直约你 因为那个结不在了 就这也是一种可能啊 但如果你不去讲 你就是让心结一直结在那边 或是就是 你就是自动把这个朋友 再见 再见 可是你会写信来就代表 你想要这个朋友嘛 马格玛丽我是余果纳提 推荐我听的人 是一个在交友软体上 大大推广马克信箱的人 完全不夸张 他在交友软体的字界写 请搜寻马克信箱 赞哦 我跟交往三年半的男友 在四月初分手了 我很清楚 就算感情我吃了多少亏 不知道现在才愿意清醒的我 会不会太晚呢 never 永远不嫌晚 总觉得自己要是在第一次 找到他出轨时就分开 可能不会这么痛 也不用再多花三年的青春 放在这个不值得的人身上 分手的时候是他在当兵时 分手是我提的 不少的人还觉得说 是不是我兵变他 记得分手那一天 他准备收价回营区 我最后开心的对话内容 是跟他分享 新兵日记的搞笑片段 会看新兵日记 也是想跟他一起 有共通的话题 对 想要在他当兵的日子 一起追完一部剧 但不然为什么下一秒 我开启了我的小账 搜寻他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我一直知道这个朋友的存在 他是他在大一D卡上 认识的卡友 我也不讨厌这个女生 我讨厌的是 我明明表示的很清楚 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联络 他却背着我用IG小账 追踪这个女生 现在还有人在抽卡友吗 这个2020年的了啦 很妙欸 然后puller很多 我觉得好遗憾哦 好遗憾等等之类的 当我发现这个小账之后 我恶化不说登入进去 密码也被我猜中了 他在这个小账里 还撩了不少的妹 我边看边发抖 并且看完了所有对话 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做很变态 但马的敢这样玩弄感情 是怎样 然后我就登录他的主账号 越看越生气 气他也气自己 我看清楚他所有的扎事之后 我就密了那位女孩 其实也就是那个女生 我才瞬间清醒 也选择看看 对这个人就是改不了 吃屎的本性 如果要一句话 形容以上的故事 就是罗志祥跟周扬青的感情 哦好有时代感的举例啊 Oh my god 你在一年 罗志祥都已经重新又站出来了 对对对 你在一年后的举例 就是王力宏与李靖来 哇差不多 还有谁呢 没了没了吧 最近好像就没了 可能我们现在瞬间想不到 但是每一年 就是有这种天王大事嘛 只是周扬青的 花的时间是我的三倍时间 希望你们念到信的时候 我已经完完全全放下 哦我很确定 你应该四年后你应该是完全放下了 我是11月22号生日的 马克小时候 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天蝎还是射手呢 天蝎啊 付上50元 哦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哦 这个不会是20... 讲到新年快乐 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制作2025年的 马力 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 比较拿回主导权啦 就是自己就是开始想 然后跟一个 我们觉得 我觉得遇到他是非常幸运的一个设计师 因为我们俩就是大手大脚 粗之大业 只愿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愿意多做一部其他的事情 但设计师 他就是一个很主动细节 然后我觉得他完全 虽然这样讲很夸张 可是他比我们两个还站在 点有收到 还想拿到什么的 多一步的体贴想法 所以能放一些小设计 可以让大家觉得 哇更加觉得贴心跟赞的地方 他都用尽全力放进去了 我们自己在服务那个打样 2025马力的时候 其实一度想要把定价定到2500 因为太精致了 那个像开箱新的iPhone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纸盒的设计啊 配色啊 然后关于 纸值印刷 然后小巧思太多了 我不想的是 每个人都很重视材质 也许这个已经非常快时尚的年代 大家只觉得 我要素用 我要每天给我个快乐 每天给我干嘛就好了 就是你有多久没有 好好去摸那些纸张 摸那些纸盒 那都是设计师精心挑选出来的 那个时候就在讲 那个时候我心中就是千回百转 就是对我们的纸 真的用的很好 然后我们的印刷 然后那个颜色上去也要挑 其实是最漂亮的感觉 但这些细节 就突然好像可以感受到设计师做一件衣服 然后或是我做一道菜 就是专注于细节 跟想要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的人 他们care很多事情 可是你会想要进一步去跟人家说 我跟你说 你知道菜 你知道我葱是怎么弄的吗 我的红萝卜怎么弄 我材料怎么选吗 好像最后到端出来 你就只会觉得 这是一道我很满意的料理 然后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用心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又把那个价格调到一个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觉得 一年花一个这本日历的钱 就是是大家舒服的 然后保证值回票价 请大家支持我们2025的马力 我真的好想调高 因为它真的值得很高的价格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就每一年做马力 都把我们自己逼疯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俩 就不是一个很按照时间走的人 所以我们都是拖在那个压线前一刻 然后就是很努力就赶赶赶赶赶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 我们就不是一个大团队 我们就不是你去人家办公室 看到人家1月2月3月4月要做什么 不是hook 可以这么的有规划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刚好老是一直要搞一些事情 而且你的书包叠了几本 还取消了几个合约 就是你何苦一定要 不要提不要提 突然是还没有想到 合约没有取消 他只是目前觉得我好像没救 他把我放在那边而已 就何苦一定要做一个 2025年的马力呢 而且说实在 2024我们换了一个另外一种做法 觉得好像对上班族很有用的阅历 但后来发现就是 大家好像其实我们不够了解上班族的心 也许天野调查做的不够 就想说2025可能要取消了吧 但是实际想想 我就是最后还是觉得 就像每年有追思惠 每年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给大家 希望典友收到 那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想说 我们要靠这个要赚钱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钱 对那个真的就是做一个 我们做团购赚的比较多 认真的 对就当然 做团购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好像就是一种 什么年度的股东发放大会的感觉 就是说一年又结束了 那新的一年呢 我们做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大概其实 我们抓成本物流 就是差不多就是必须要这个价格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新的一年的作品 新年快乐 我是台北的鲜百香乐多 哦 就百香国家养乐多吗 对 百香多多嘛 哦 2024的农历年假 非常不贴心的放假到初五 初六开始上班 当周周六还补上班 不敢相信 今天讲一个 让我觉得心酸酸的故事 我有一位非常美丽的闺蜜 仙柳成双Q 哇靠 一个是仙百香多多 一个是仙柳成双Q 这个就是橘子工坊 跟coco嘛 哎好久没有喝橘子工坊了 他在上市公司当小主管 制成主管 有两个男友 郑公是双Q的大老板 小妾是EM的同学 我不知道EM是什么样的缩写 哦 EMBA啊 EMBA的同学 重点是 郑公男友离过婚 单身 但是办公室练琴 又是直属boss 所以不能公开 小妾男友呢 是已婚男 有一个网红老婆 还有一对可爱的三岁五岁儿女 当然也不能公开 好明确哦 你这样就知道是谁 我不知道啊 只是觉得有一个三岁五岁 然后如果是知名网红 你说大家会查得到 因为我觉得母婴那一群 就是母婴有很多的追随者 就是如果也是在追母婴的人 可能会有很多三五岁的这两个 我这个双Q闺蜜很爱查看 郑氏男友前妻的IG 还有小妾男友老婆的IG 就是会查她的现任的另外一半 或是前任这样子 那因为郑公跟前妻的关系还不错 也还是会聚餐吃饭的 前妻的IG呢 时不时会放上聚餐合影的照片 双Q就不爽了 但基于气度也不好多说什么 我有个问题 郑公知道小妾的存在吗 就是大Boss男友知道 EMBA男友的存在吗 我觉得不知道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人家 我没有质疑人家 我只是在心里不爽 你有知道你自己的不爽很奇怪吗 也不是奇怪 你有知道这是一个双标吗 你有意识到这是双标吗 但我还是不爽 再来是小妾男友老婆的IG 今天双Q传给我看一张截图 晚餐的时候 她问女儿 下次情人节你到阿嬷家 让爸比妈咪约会OK 女儿就说 不要 情人节要一起过 因为爸爸说我也是小情人 这是截图的内容 这个网红妈咪呢 很精致的经营团购 分享育儿生活 还有女儿儿子的日常 我就回复我的朋友双Q说 我没办法看讨厌的人的IG 双Q就说 我不讨厌她 我只是看她能骗多久 我自己也没让我的第二个男友知道 我有第一个男友 大boss 对 双Q有很多追求者 唯独我这个小妾 床上功夫了得 据说能让人念念不忘 勇猛无敌 两小时可以来四次 这个就是有三岁跟五岁的那位爸爸 对 因此双Q跟这个小妾 分分合合好几次 还是在有需要的时候 会请小妾男友回归一下 一个有三岁跟五岁小孩的爸爸 怎么还有空 你说玩这些事情 对啊 应该要很忙欸 不是啊 可能那个小孩都交给网红老婆顾啊 网红老婆拍啊 干嘛 而且时间这种东西 你想就可以做到 对吧 你用无神的眼神看我干嘛 没有 你刚好跳蹬医生吗 有啊 干嘛 你觉得有鬼 你自己按特效啊 没有 你太容易 容易受惊的小白兔 因为今天早上就是真的是在家里被吓了一跳 就是 今天早上客厅是暗的 然后我就是送完就也上班出门 之后我要转头 然后把灯关掉 那因为角落有放了纸袋 然后又有放了雨伞 我转身我真的是以为一个人盘土不在那边 因为有一只脚 我干我真的原地丢起来 然后我就是浑身发毛 然后我就是你知道人在发毛 所以告诉你就是你会故意越走的越自在 就没事没事没事 但其实一路走回房间 你那个背脊是一路毛起来的 害怕的时候 马克先上教你要干嘛 大叫 大声说话 你有没有大声说话 我没有大声说话 对嘛 但是我后来就回去 就是又盯了那个 就是认真看那个形体 就告诉我大脑说 那个形体你会误明完全是因为这个纸袋形状配那个 然后你现在看清楚了没 是纸袋了 好就可以回去睡觉 你很棒 You're fire Thank you 郑公男友呢 据说求婚了很多次 可是双Q都很认真的婉拒了 郑公之所以成为郑公这个大boss 是因为刮风下雨 他都会接送双Q 重要节日从不缺席 郑公的父母也喜欢双Q 但是没有爱啊 这真的是很实在 你再多的温情公事 金钱瀑布 抵不上虚幻的爱情 最后希望啊 希望希望 双Q可以找到他爱 对方也能专心爱他的 可以公开的对象 对对对 应该你先 你先 你先希望双Q 他就是他好朋友嘛 他就是他的闺蜜 所以就是希望闺蜜早天醒过来 然后遇到一个真的好的人 你自己先醒过来吧 你的价值观先醒过来吧 就是你很靠边站 他第一句话是不是写 他知道他闺蜜嘛 对啊 怎样闺蜜就可以 丧失应有的判断吗 我还是希望他未来可以幸福 最终目的我还是希望他幸福 他祝新年快乐 玛丽的纽西兰之行愉快 哇 对对耶 马哥玛丽好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从今天开始 我就28岁了 至今还是母胎单身 除了没有男友 我还在日本私业了 这是一封来自于日本的姓 我是一名约聘的员工 2020年7月最后一个礼拜五 主管突然找我面谈 认为 你的能力不符合你的职位需求 你无法完成交办事项 9月约满之后 我们不续约了 等于宣告我再一个月就要离职了 让我赶快去找下一份工作 其实我也知道 主管想要的是可以外出维持 跟开发客户的人 有活动企划能力 会经营社群平台 可以细心的处理行政工作 也会柔软应对客户的业务 但我的个性跟能力 好像就比较适合 默默在办公室做行政 所以面对客户的时候 我总是表现欠佳 也做得非常痛苦 社群平台虽然比较不苦 也努力学做图 做影片 写日文的文案 但始终抓不到行销策略的我 最终只让IG成长了 100位追踪而已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 其实我也考虑这个时机 想提离职 但连续两年都被主管说 我还因此失去工作 不禁开始怀疑 我真的这么无能吗 虽然我自认这两年 我学到很多东西 但好像没有一项 可以自信的说 这就是我的能力 跟前公司的同事相比 我除了比较年轻 没有一样做得比他们好 同样都是在日本独自工作生活的外国女生 她们都做得到 我却做不到 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吗 如果我够努力 是不是可以跟这些女生一样 有美貌啊 懂得自己的妆容跟穿搭啊 我在工作爱情家庭 我都可以兼顾 我就可以成为成功女性呢 以前我觉得比起什么 谈恋爱结婚 学业更重要吧 你要靠工作养活自己 比较实际啊 但话说这么潇洒 现在我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成果跟表现 又开始迈向大龄母胎单身 我越想越没自信了 跟家人朋友公开失业的消息 三部选人关心说 找工作怎么样啊 你在日本留学跟工作也五年了 你要回台湾吗 你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我什么打算都没有 历经两年不断思考 我是不够努力 怀疑自己选错工作的时光 我现在完全不想 马上开始我的下份工作 我也不想考虑什么 我错过跟家人相处的时光了 我要回去吗 我要在日本吗 什么的 我就是什么打算都没有 不管在日本在台湾 我找不到自己的自信来源的问题 从来不曾改变过 我真的好迷惘 我知道 很多人听到这边都会说 好啦 しばらく 休息一下吧 但是离职后的一个月 我到处看展 吃美食 进入十月之后 我还拍了三个旅行 可是我每次把照片影片 发在IG现实动态 除了按赞 问说 这景点很棒耶 在哪 之外 也很多人问说 阿妮工作早得怎么样 有下午了吗 有人说 好你都没找工作 你都在玩 感觉 我不投履历 好像很不应该 我明白就是好意关心 但内心的黑暗小角落都会想 你们是不是都嫉妒别人 日子过太爽了 为什么你们要一直逼我找工作呢 如果是马克玛丽 你会怎么想呢 我就是觉得 你把大家回应看得太重要了 对啊 就是 好像之前是哪个听众讯息我啊 就他前面会说 就是也是觉得 要 不要被一些所迷惑啊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啊 可是马上看到这个现场就说 你有这个好好 我好羡慕哦 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人在社群很容易被这个摇摆 然后我就也有直接回答说 社群发出来的东西八成就是让人家羡慕的 你看穿这个之后就什么都其实还好了 尤其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关系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真的 其实如果真的是素人经营IG 其实是跟我们经营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发现动都只是为了让人家羡慕而已 你发现动是为了让人家羡慕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我是说你发很多的公关品是谢谢 可是我已经会觉得说 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不想让大家一直有那种很羡慕的感觉 可是看 可是IG这种东西 大家发现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啊 我发现动完全就是只是自己爽 就我会发我看的书 然后你就会说 字太多没人要看 我只觉得这个讯息很需要传递出去 对那可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 你今天只是想发一本书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 就是给你各式各样不同的回馈 可是那个回馈你就不需要看那么重要 对对对 在前期我现在有想到一个 这个我有记起来 就是他好像看到了某些其他的文章在酸说 有些人就是那种根本就不看书 然后会IG发个限动 然后他就把这个传给我 传给你要干嘛呢 diss我啊 就说你看 你就是这种人吧 书根本不看 传一些什么励志小语 或者传一些什么拍那些书的 根本就没看书嘛 可是这种我就会看了以后 就会想想 我是他说的那种人吗 我不是啊 我不是啊 我一有空我就可以看个实际本书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攻击力啊 可是这世界上有没有人这样想 有啊 蛮多的啊 然后有没有人是他说的那样子 有啊 也很多啊 但我只要知道 我不是这样的人就好啦 对啊 就这个我听这封信 其实就像 我今天的上一个行程 之后会在声音上门听到 访问张静仁 他在讲的就是冒牌者 经验嘛 冒牌者体验 其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冒牌者的感觉 会觉得 哦 为什么别人神然发光 然后我好像不行 冒牌者体验在讲的是 你可能已经做到了 某些很不错的事情 可是你还是觉得自己 不够格 不OK 那来信者可能是 因为你失业了嘛 所以你可能不是 真的有做到什么东西 可是你会有那种 我好像很不OK 我很没有自信 然后别人都这样子看我 然后这样子给我压力 然后同时 你也有自信的能力会想说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 但是 的这一些我觉得 可以去听一下 那几声音上门 你说就是跟这位作者的访谈 没错 没错 会有些帮助的 他也有提供一些方法 然后去帮助你怎么样去 觉察到内心的这些 不平衡 或是那些冲突的这些声音 嗯 他说 今年生日计划 就是要完成这封信并寄出 然后想要开一个 放我看诊心得的部落格 跟IG账号 看诊心得的意思 看诊 然后 好 度内 五恩 有缘分 有缘 希望跟你们在未来都有良缘产生 谢谢 谢谢 好像不能说发现弄都是要人家羡慕 是 嗯 大家都会想要发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在上面 人会想要呈现自己美好的一面吗 对 就是你不要觉得那个美好就是这个人的全部了 这样子 当然有些一模仔他只愿意发很负面那一个 就是 那个是他想要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样貌 对 所以应该你把它看成那就是我想 讲做嘛 就是我想做出来给人家看的东西 就是你不需要送到你的同侪 或是你其他朋友发了什么有很大的印象 嗯 当然我们现在讲很简单 然后以及我们不会受到这个困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讲出来 嗯 但对于你有这种困扰的人 我我我完全可以理解你 你就是觉得 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是会比较 我看到人家就是我心情会 要么就是愤怒 要么就是嫉妒 要么就是很悲伤 要么就是看不起自己 那就是建议你可以尽量找一些方式去帮助你 看你是要去看书 看你要找人聊聊 找资商师 嗯 然后去找任何你觉得对你来说有帮助的事情做吧 嗯 2024年7月17的早安怨妇 抖内了 他本来想要抖内85元化掉变成亚百元 觉得付零钱太麻烦 谢谢 谢谢 15块送你 谢谢 有天我突然发现 我男友加入一个影控群组 嗯 饮食控制 这个群组成员是同事两个学妹一个gay跟我男友 我自己有在上健身房啊 也时常传我去健身房的照片跟每天吃什么给男友 我想要借此督促男友减肥啊 但男友总是说 上班很累 很懒 而这些借口一直不减肥 有一天 无意看到一名叫做Gina的女生 Line男友 我才发现了他有这个影控群 原本以为他最近开始自己煮饭 是自己终于说动他 结果 不是我 是什么 他是为了Gina吗 不是为了我啊 为此我们就起了争执 男友翻旧帐说 你也会跟男生聊天啊 好烦哦 这个角色真的很讨人厌耶 本身从小到大 男性友人本来就偏多 我也把这次生气的主音告诉他 我是觉得 我讲了这么多次你都不听 你却跟学妹们每天在分享食物 男友觉得 这又没什么 我很怕传着传着 就跟学妹去运动了 男友说 不然我退群吗 哇 也跟群组大家说 是我女友会介意 但现在突然退群 我自己又觉得 想请问教主教母 是我想太多 没有 你没有想太多 本身是一名单亲妈妈 跟男友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了几年 才联络上儿在一起 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跟男友是远距交往 男友是一名地勤人员 休假就会来找我 这次吵架 男友觉得 我低卡看太多 胡思乱想 请问直男说没什么 真的是没什么吗 等一下 这跟直男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有担心 你把这个担心传递出去 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 那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我不是他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不是他 我不知道啊 也许真的没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起头 也许他们已经有什么了 这个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的 再来请问教主 男生入珠到底在爽什么 看起来很痛 我又没入珠 我怎么知道 那大家会想要去入珠是想追求什么 我猜是想要追求让老二看起来大一点 以及抽插的时候的感觉 可是那个感觉应该不是对自己 应该就是对女方 那那个到底痛不痛啊 入珠应该会痛吧 你把东西植入在里面 当然会痛啊 是植入的那一瞬间会痛 就要做手术 然后放进去之后他就不痛了 应该是 我猜应该是啦 如果连做爱都会痛的话 那我想不到任何理由我要做这个事情 但入珠一段时间一定要取出吗 可以不取出吗 我没有研究我不知道 这取出不就会很痛吗 这个我没有研究 好奇 就是好像没有细想过 就是放进跟放出的那个手术过程 如果想知道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 你把你的手拿去就是弄一大堆东西 然后你找一个 比如说手指头这样割开一个洞 然后我就塞东西进去 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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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哎哟干嘛 对啊 然后你再找一个洞 这样搓搓搓搓搓 你看自己会不会爽 应该你就可以体验 被讲得好无聊 如果你这么想要知道的话 这封信是打字的 那就是用打字来信法哦 好的 马可玛丽哈 准备出发去开会 同时很恐慌 不知道会不会救到一半 车直接冲过来 地铁的轨道很深 应该有200公分 所以要救他 不是30秒内可以做到 当下很像2012 尖叫声有男有女 我看到有些人直接离开车站 我从B2冲到B1时 看到有一群工人在修理 就对他们说 赶快叫MTR停车 有人落轨了 为什么B2到B1 你的语言逻辑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2会想念2 但是1会想念1 B2到B1 不知道 顺着念下去就会想要那样念 他说他头有电晕 有点断线就掉下去了 车子也晚了5分钟才进站 真的是吓死我了 第二个故事在台北 有天晚上我很晚下班 大概11点才到家附近的捷运站 男生是开车的人 一直跟警察说我没有很快 我觉得他很欠骂 就回说你真的开太快了 后续不了了之 希望大家保持平安 大家都要平安哦 斗内你们100元念信 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 就用这个又薄又短的杏作节吧 在我们2023年初的玛丽 日历的那个日历是挑战力 每天有一个挑战 他说 今天的玛丽挑战是 写下你的秘密 我的秘密是 其实我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就跟同学上过床了 哈 也是那时候确定了自己的现象 我是gay 可是六岁你跟同学 所以是六岁跟六岁吗 你遇到一个跟你一起 对性好奇 然后懂得如何 插入吗 做的人吗 对我六岁不知道怎么做 你只知道好像有做爱 好像有咽咽哈哈 可是你会做了 对幼稚园我只知道亲亲而已 我会啾啾 尊重尊重 你就可以啾我就不能啾啊 所以如果是真的完整的做爱 我觉得很惊人 他说 我知道自己喜欢男生 但其实我当下并不是真的想要 我是神经博士 没了 对啊 另外这是我的插画日记帐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 叫做看不到下巴 Roger 底线 底线 1999 感谢你的来信 哇 谢谢这个秘密呢 谢谢你的秘密 谢谢谢谢 欢迎大家呢 有这个难言之隐 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秘密 投踢到这个树位树洞吧 把这个秘密在这边封存起来 马克星江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